新生兒獨有的五種行為 長大就看不到啦,趕快先收藏起來 1.頭頂會動 嬰幼兒的頭頂有一個叫性門的地方 它是一個五骨頭的區域 在10個月前不會關閉 底下就是大腦結構 我們看到的性門跳動就是 寶寶腦脊髓液的壓力 隨著心臟波動出現的起伏 2.第一句話是阿鼓 新生兒講的第一句話不是爸爸媽媽 通常是阿鼓 有人說是因為好發音 也有人說是從小在媽媽肚子裡 拼自己的打嗝聲 3.沒有眼淚 新生兒哭的時候都沒有眼淚 是不是在假哭啊? 其實是因為寶寶的內線發育不完全 淚水量不夠低下來哦 出生約一個月後就可以看到眼淚了 4.尋如反應 將指尖或奶嘴靠近寶寶嘴巴 他會有想要含住的動作 約6個月後此現象就會完全消失 5.O型嘴 寶寶O型嘴通常表示很舒服的意思哦 有時想要尿尿或便便也會嘟嘴哦 我的經驗是4個月後幾乎就看不到了 趕快去看一下 你家寶貝是不是也是這樣吧 爬下來給寶貝看 沒有要 你要對他挑眉 快點爬下來給寶貝看 寶貝看你怎麼下來 你今天怎麼下來的 寶貝看看 手可以死 我看看 是這樣子嗎? 確定了 你讓我很緊張 你要讓他放手去做 快踩到了 快踩到了 給你快 喔喔喔 我好搜尾 哇 你快走去吧 你快走去吧 你快走去吧